在本期影片中 我们将目光聚焦在F-14熊猫这款标志性的战斗机身上 它有一个独特的昵称 熊猫也被称为Target 这款战机不仅在性能上出类拔萃 其外观设计更是令人瞩目 堪称同代战机中的颜值担当 值得一提的是 电影《壮志凌云》对F-14的热度 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让这款战机名扬四海备受瞩目 因此各大玩具厂商在推出飞机模型系列时 几乎都会考虑纳入F-14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索这款曾让对手闻风丧胆 甚至令飞行员选择B站的F-14超级攻击猫 据说有位伊拉克飞行员曾表示 当他在雷达上发现F-14时 他深知自己命选一线 唯有选择逃避 那么这款战机究竟有何过人之处呢 首先我们来看看F-14的核心技术特点 作为一款超音速多功能舰载战斗机 F-14在美国海军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主要负责舰队防空 截击敌防轰炸机 以及保护以航空母舰为中心的舰队 在技术上 F-14具有几个显著的优势 它是最早具备多目标作战能力的战机之一 能够同时锁定多达24个目标 并对其中6个目标进行攻击 此外 F-14还是首款能够实现同型号战机间 共享目标信息的战机 尽管F-14并非第一款配备可变后掠翼的战机 但它却是首款能够自动调整至 最佳升足笔的后掠角的飞机 除了技术特点外 F-14的武器系统也是其一大亮点 特别是那标志性的不死鸟长城空对空导弹 其射程可达190公里 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 在美军服役的空空导弹中无人能敌 此外 F-14的设计 还融入了美国海军在越战中的经验教训 使其在近距离空战中表现出色 具备出色的持续转向能力 这种结合超视距攻击能力和近战优势的特性 加之其独特的外观设计 使得F-14成为当时的一款顶级多用途舰载战斗机 回顾F-14的历史 我们可以发现其设计初衷源于冷战早期 面对苏联日益增长的远程轰炸机威胁 美国海军在1955年提出了全新的舰队防空截击需求 这一需求强调以航空母舰为战斗中心 配置大量能够同时攻击多个目标 并具备至少200海里作战半径的空中截击机 随着苏联海军远洋作战能力的增强 其远程战略轰炸机队伍 以及空射型远程反舰导弹的数量不断增加 对美国海军航空母舰战斗群构成了严重威胁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 美国海军急需一种高空高速的截击机 这正是F-14诞生的背景和原因 在20世纪中期 麦克唐纳公司研发的F-4鬼怪战斗机投入使用 该机型的设计初衷 也是基于新兴的舰队防空作战概念 然而F-4战斗机在使用上要求颇高 不仅要求在空中能续航长达三个小时 还必须能够运用半自动雷达导引的 中程空对空导弹进行攻击 此外 其在空中格斗能力和对地攻击能力方面 也必须表现出色 然而 在追求全方位功能的同时 F-4战斗机在某些单一性能方面难以做到最佳 这也引发了一定的担忧 面对海军作战的新挑战 美国海军向各大军火制造商 发布了新一代舰载机的招标需求 这一研发项目始于1965年6月 目标在于 打造一款能够胜任海空作战的重型截击机 并且具备上舰能力 在众多竞争者中 格鲁门公司脱颖而出 其方案在1969年1月 得到了美国海军的认可 经过精心设计和制造 1970年12月21日 格鲁门公司的首架原型机 XF-14成功进行了首次试飞 然而 不幸的是 第二次试飞时 因液压系统故障 而遭遇坠毁 尽管遭遇了挫折 但F-14战斗机的研发 并未因此停滞 仅仅两年后的1972年6月 F-14便开始了上舰试飞 并在同年10月 配备给舰队进行试用 虽然当时雷达和火攻系统 仍处于调试阶段 但F-14的性能 已展现出巨大潜力 终于在1973年11月 F-14战斗机 成功通过了 美国海军导弹试验中心的 实弹射击测试 这一里程碑式的事件 促使美国国防部 批准了F-14战斗机的 大规模生产 并将其正式命名为 熊猫战斗机 这一战斗机的研发与部署 标志着美国海军 在航空战斗能力上 取得了重要突破 为未来的海空作战 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F-14战斗机 在型号衍生上并不繁杂 主要包括 从F-14A到F-14D的几个主要版本 其中 F-14D是这一系列中的佼佼者 其改进主要集中在引擎 航电系统和雷达等关键领域 为了更全面地了解 这款战斗机的特性 我们将以F-14D为例 详细介绍其性能指标和特点 F-14D型战斗机 是一款双座战机 机身长度为19 1米 高度为4 88米 在机翼设计上 其翼展在位展开10尾9 45米 展开后可达19 54米 而折叠后的翼展 则缩减至11 65米 该机型的机翼面积为52 5平方米 空重为19800公斤 最大载油量为16200磅 通常起飞重量 约为27700公斤 而最大起飞重量 则能达到33720公斤 结构方面 F-14D采用了双发双锤尾 可变后掠翼的设计 这一设计 使得机翼可以根据不同飞行状态 在20度至68度之间自动调整 此外 为了节省停放空间 机翼还可以厚掠至75度 双锤之尾翼 不仅为战机提供了出色的横向稳定性和操控性 还降低了机体的整体高度和重量 作为三代重型机的标准配置 F-14D的全动平尾设计 进一步提升了战机的敏捷性 在动力方面 F-14D装备了两台通用电器公司生产的F110G400涡轮风扇发动机 最大推力能达到30,200磅 这使得F-14D在空中能够轻松达到2,34马赫的最大速度 作战半径达到500海里 最大航程则高达1600海里 在武器配置方面 F-14D展现了极高的灵活性和多样性 它装备了一门备弹量达到675发的M61火神炮 火力凶猛 在导弹配置上 F-14D能够搭载两枚AIM九响尾蛇近距空空导弹 多枚AIM五四不死鸟远程空空导弹 以及AIM七麻雀中距空空导弹 数量可根据任务需求灵活调整 此外 F-14D还具备携带多种炸弹的能力 如JDAM精确制导弹药 铺路者激光制导炸弹 包括铺路者2型和3型 以及80克瓦查系列通用炸弹 82克瓦查 83克瓦查 84克瓦查等不同重量版本 甚至2克瓦查是事业2型急速炸弹 也在其携带清单之内 这种多样化的武器配置 使得F-14D能够在以舰队为中心 半径约30公里的范围内进行长时间巡逻 并利用不死鸟空空导弹 同时跟踪拨达24个目标 并对其中6个进行精确打击 从技术层面和驾驶舒适度来看 F-14D同样赢得了飞行员们的高度赞誉 相较于4代机中的F-4鬼怪战斗机 F-14D在操作上更为人性化 即使是技术水平一般的飞行员 也能轻松实现良好的操作表现 这种用户友好性的设计 不仅提高了飞行员的适应性和作战效率 也进一步彰显了F-14D在技术上的领先地位 F-14D战斗机综合了多种先进技术和战术需求 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舰载尖机战斗机之一 它的多功能性不仅体现在 能够执行广泛的任务类型上 从制空权争夺到对地攻击 还体现在其能够搭载多样化的武器系统上 F-14D不仅能够有效执行传统的空对空战斗任务 还能在对地攻击中发挥重要作用 特别是在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时展现出卓越的性能 这种多元化的战术应用 使得F-14D成为美国海军及其盟友的一张重要战术王牌 F-14D的一些设计元素 如独特的可变后掠翼 双垂直尾翼和强大的动力系统 不仅提高了其在不同飞行条件下的性能 还提升了整体的战术灵活性 无论是在高速冲刺还是低速续航中 F-14D都能保持高效和精准的操作 总的来说 F-14D熊猫战斗机不仅在技术层面上 代表了当时舰载战斗机设计的巅峰 还在实际操作中显示出了卓越的灵活性 和高效的战斗能力 这款战斗机的设计和性能 在当时无疑是革命性的 它不仅深刻影响了当代航空战斗机的设计 也成为了美国海军中的一颗璀璨明星 关于F-14战斗机的退役 网络上的段子 诙谐地描绘了飞行员和地球人员的不同心境 当F-14离开时 飞行员们感到失落 因为他们失去了与这款传奇战机共舞的机会 而地形人员则松了一口气 因为他们不再需要承担繁重的维护工作 这个段子生动地反映了 F-14战斗机在操作和维护上的双重特性 如果你对F-14战斗机有独特的体验或见解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 让我们一同探讨这款传奇战斗机的魅力 F-14战斗机作为航空工业的一颗璀璨明珠 其性能之卓越 可谓有目共睹 在众多技术指标中 其强大的发动机推力和精心设计的气动布局 尤为引人注目 在紧张刺激的近距离空中格斗中 尽管F-14的外观设计 给人一种稳重甚至略显笨重的印象 但它在战场上却能如同灵活的舞者一般 巧妙利用巨大的推力和机翼的卓越过载能力 展现出惊人的机动性 无论是在远程作战的广阔战场上 还是在近距格斗的狭小空间内 F-14都能凭借其独特的优势 展现出强大的战斗力 有趣的是 这款战斗机在设计之初 并未特别强调机动性的提升 甚至在高机动性作战方面 并未得到充分的考虑 然而在实际应用中 F-14的机动性能 却能与F-16等三代主力战机相媲美 甚至在某些测试中超越了F-15 这无疑是对其设计理念的最好验证 值得一提的是 F-14战斗机的发动机动力 虽然在某些情况下略显不足 但其独特的可变后略异设计 却为其带来了强大的胜利 这种设计使得 F-14在进行突航任务时 可以收起机翼 以减少空气阻力 提高飞行速度 而在需要高机动性时 则可以展开机翼 获得更大的生力 和更灵活的机动性能 这种灵活的机翼调整设计 原本是为了增加航母上 起飞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却意外地为F-14 赋予了多功能战斗机般的 机动性能 在F-14战斗机的设计初期 格鲁门公司提出了 多种气动外形方案 其中七个方案 都采用了可变后略异设计 这一创新设计在20世纪70年代 成为了全球战斗机设计师的热门选择 比如 苏联的米格23战斗机 在追求超视距攻击能力的同时 也采用了可变后略异技术 而英国 德国和意大利 共同研发的狂风战斗机 也采用了类似的机翼设计 这些成功的案例充分展示了 可变后略异技术 在现代战斗机设计中的 广泛应用和重要性 以及它在提高战斗机性能方面的关键作用 F-14战斗机拥有丰富的实战精力 其首次参战便是在越南战争期间 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 F-14主要负责在撤侨路线上通 进行巡逻任务 为友军提供了有力的空中支援 随后F-14又参与了众多重要的军事冲突 包括两尼战争 西德拉温空战 黎巴嫩内战 海湾战争 以及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等 在这些冲突中 F-14凭借其卓越的战斗能力和战术多样性 为战争的胜利立下了赫赫战功 其中 F-14在对抗苏22战斗机的空战中 表现尤为出色 这次空战被认为是F-14最为英武的战斗之一 在短短一分钟的激战中 两架F-14战机成功躲避了敌方发射的空空导弹 并凭借精湛的飞行技巧和准确的判断 迅速反击并成功发射了响尾蛇导弹 将两架苏22战机击落 这次空战的迅速和精确 不仅展现了F-14的出色战斗能力 更彰显了飞行员们高超的飞行技巧和战术素养 然而随着苏联的解体以及全球战略环境的变迁 美国海军航空母舰战斗群的主要任务 逐渐聚焦于对陆攻击 这一战略调整使得F-14战斗机 在角色定位上受到一定限制 毕竟其在对地攻击方面的能力并不突出 与此同时 F-18超级大黄蜂战斗机 因其卓越的多用途能力 开始成为美国海军的新宠 备受青睐 因此F-14熊猫战斗机在服役了辉煌的32年后 于2006年9月22日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由超级大黄蜂接棒前行 值得一提的是 尽管F-14在美国海军中已然退役 但伊朗空军却依然在使用这款战斗机 伊朗将F-14作为陆基战斗机使用 并凭借其在两伊战争中的卓越表现 被誉为波斯猫 在两伊战争期间 F-14凭借出色的战机 再次证明了 其作为一款专位对抗苏联远程轰炸机 而设计的战斗机的卓越性能 它不仅速度快 火力也极为强大 堪称美国三代战机中的佼佼者 F-14战斗机 不仅在实战中 书写了辉煌的篇章 还在影视和游戏作品中频繁亮相 成为了一种文化象征 最为人所熟知的莫过于 1986年上映的美国电影《壮志凌云》 其中F-14的精彩表现深入人心 不仅展现了其独特的魅力 还无形中成为了美国海军的一部征兵宣传片 尽管这部电影是由美国海军出资赞助 但有趣的是 它意外地为空军吸引了大量的粉丝和应征者 在《壮志凌云》的余波之下 该系列于2022年5月推出了第二部续集 时隔多年 这部续集的上映 可能再次点燃观众 对美国海军及其航空母舰战斗群的兴趣 成为美国海军又一次征兵宣传的绝佳机会 这部电影不仅是对经典之作的致敬 更是向新一代年轻人展示海军航空兵魅力 和挑战的大好时机 尽管在续集中 F-14已不再是主角战机 但它留给观众的深刻印象和文化遗产 依然历久弥新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对于这些信息 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 如果对于本视频的内容 有任何补充或不尽完善之处 也请在评论区留言 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 我是怀宇哥 咱们下期再见